- 优优狗的經驗 - 优优狗的親戚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同樣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恭喜被我們帶回來一個月後的照顧心得 大家記得我們上次拍的那個 頭一個24小時照顧的那個狀況 當然有一些媽媽我覺得蠻放寬心的 畢竟過生畢竟過生 有些媽媽經驗老到就會覺得 喔 你們這樣生日人人擔憂啊 各樣的聲音 我其實只是想要特別分享一下我們自己的經驗 然後以及給那些跟我們一樣是新手媽媽 或是正在訪院的媽媽一些信心 這些事情就是很基本的啊 餵奶 泡奶 化尿布 洗澡 紅睡 我們就一件一件來分享 我們現在一個月後 現在做這些事情的狀況如何 泡奶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泡奶達人了 因為我現在可以泡得非常的優雅 非常的快速 不管怎麼是這樣平行的轉 我可不是上下轉 很好 完成 完成 我要去餵兒子了 沒有 是給我老婆餵 有沒有 你一天六次 他一天喝六次 他在五公斤之前的月中的做法 是餵滿五公斤前就是定時定量 避免嬰兒血量太低 會叫不行 因為東西發生過一次 我其實很擔心 所以在那之後我就非常的定時定量 一天隨時喝六次 所以我覺得每天都有六次的練習機會 我覺得其實根本就不用一個月 其實很快 我們沒幾天去搞定這件事情 其實我這個人只是需要練習而已 大家都第一次當媽媽 不要看我第一次這樣笨手笨腳 就覺得我永遠做不好 我覺得大家都是第一次 那我覺得瘦能生巧 重點是一天六次 我覺得真的很快 一天就上手了 真的 大家會覺得好像很不靠譜 是因為在月中都有別人照顧嗎 對 你其實不太需要泡奶 那真正泡奶 就是有小孩才會泡啊 大家看這個影片 我現在也竟然令人安心了好不好 嗯 下一件事情就是為難 來分享一下 恭喜你現在喝奶狀況如何 它已經進步了 它從一個小時進步到40分鐘 有些小孩喝得快 有些小孩喝得慢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每個包不一樣 自己跟自己比的情況下是進步了 而且越喝越好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又快樂了 那我自己為寶寶的心得的感想是 我覺得 我會買5公斤要餵夜奶的日子還是很痛苦 餵夜奶的時候啊 我就是會輪流 小小合作策略 小小合作策略 你怎麼好意思講這個 oh by the way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餵奶基本上如果我在餵 因為我真的需要睡覺 2點餵完之後 早上6點或早上10點 它其中一餐一定要餵 不然我真的是睡眠不夠 小合作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我都會選早上6點的那一個 因為我只要知道隔天要餵奶 我就是壓力會很大 然後我就一路到可能5點都還沒睡著 等到6點的時候我精神還是很好 所以你就會跟我說 寶貝 這餐交給你45分鐘 如果他還沒喝完你就還叫我起床 那我們是餵一餵 看45分鐘一到 我就立刻抱著寶寶 過去找狼 小辣 四五分鐘到了 我覺得接續把他還沒有餵完的奶喝完 我覺得我跟宮崎也培養出一個默契 像他每天6次練習 他已經習慣那個角度指示了 他現在喝很快喝很順 我就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把他該喝完的奶都讓他喝完 所以我才要45分鐘 我抓只有15分鐘衝刺 但他現在就是已經漫無功勁了 他第一次的練習過夜 成效蠻好的 當然半夜起來哭哭一下 但你餵奶的時候他就會又睡下去了 算是蠻好照顧小孩 所以我覺得他第一次 所以過夜就算訓練成功 第二天開始就非常順利了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真的很棒 哇 媽媽妳現在很優雅耶 對啊 就妳不優雅 啊 寶貝來 看一下要花多久的時間喔 有沒有進步呢 以妳目前的觀察 妳覺得他大概就喝多久 40分鐘 有比原本進步20分鐘了啦 進步很多 恭喜寶貝好棒喔 40分鐘 喝了150CC 但我們寶貝還是偏慢 但是他有進步 結果我們就要開心 對啊 我覺得他很棒 他已經很努力了 寶貝很棒喔 對啊 妳很棒喔 這就是他喝奶的狀況啦 除了分享恭喜的部分 我們更應該著重在 我們自己的狀態 就是照顧他的狀態 因為之前在月中 他們會觀察體重 去調奶量 那因為我們在家裡 就沒有那種 嬰兒專用的體重計 雖然有些人就是說 妳就是量 抱著小孩量 跟空自己量嘛 我就蠻快樂一點就是 我好像可以感覺到 恭喜要加奶 我就會自動幫他加奶 然後他也就會喝 賣有成就感的 我其實蠻想分享 讚體重計這件事情 我後來覺得有點不太準 如果說這個東西會準的話 其實就不用研發那個寶寶體重計了 因為寶寶就是一個 還是一個蠻小的個體 所以他需要 精準度對不對 對對對 他就是專門測這個 就是會有差 我有自己占量體重計抱著他 我就覺得 嗯好像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洗澡的部分 請看影片 我抓到了一個嬰兒 蠻多的一種 很像烏火煮湯 哈哈 你好 妳是不是很喜歡幫他洗澡 超愛 妳已經是個很熟練的媽媽了 我也啊 而我從來沒有幫嬰兒洗過一次 妳也不洗澡了呢 腰皮都沒翻過 啊喔 對 被養得白白胖胖了呢 真的很胖 白癡 換完現在看起來就是 專業料理嬰兒 對啊 然後一點都不慌張 我還記得第一次的時候 因為那個我才實習過一次 中方頭 哇 我弟弟洗頭好像也很穩定了耶 習慣了 好啦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們狼媽媽的setting 他選擇在中島 給寶寶洗澡 我選擇在廚房料理我的音樂 這真是一個完美的setting 因為他下面還有一個踏腳的 超好笑 這裡 這個寶寶還沒有尿尿 洗澡的時候極有可能會尿尿 你確定嗎 所以你真的想要尿在裡面 然後就尿尿 I told you 喔 你喔 你兒子很深情看著你耶 寶貝 我其實蠻喜歡幫他洗澡的 因為他洗完就會滑滑的 然後就會香香的 那是 那是我家寶寶的味道耶 他也很可愛 他從一開始洗頭一定會哭 但後面他洗頭也不太哭了 然後泡澡一定會很快樂 整個那忙掉的樣子就很可愛 然後把他打撈起來之後就哭 他還想來泡 我最想分享的是 我們研發的那個中島洗澡方法 我覺得真的太棒了 我也覺得很方便 我覺得自從做這個小人之後啊 家裡所有的設備都要符合他的高度 設施的使用方式都不一樣 那你會覺得嬰兒胎不在旁邊 什麼換衣服的麻煩還是什麼的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乳液或什麼其他東西都在這裡啊 嬰兒尿布台移過去 我那些哩哩口口的東西要一起移過去 我覺得這樣反而不OK 下一點 換尿布 尿尿跟便便嘛 一天十幾片尿布 我覺得你光是這樣練習 也會練得很順手 一天就上手囉 跟大家分享在這邊 有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生母到現在 還沒有幫我換過一場 隔尿布 一片都沒換過 照顏一次沒洗過 如果你也常看我們的頻道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下下有舉動大大的幫助喔 訂閱 說到換尿布他最近有一個問題 他開始便秘 其實他便秘的問題其實一直都蠻多的 媽媽自己覺得很多 因為我們會有那個薄薄色卡 我就會覺得這個顏色不在上面 只要不在上面媽媽就會緊張 緊張怎麼辦 那就是還好我們月中是有受服 就是A加BABY的部分 然後他就是可以 回答說你疑難雜症問題 到寶寶四個月大 他們有那個LINE 你就直接在那個裡面問 而且因為它裡面都整合起來 包含餵奶的時間跟餵奶的量 都蠻多的 我就會很認真記錄 就是包含他的大小便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 直接LINE問他們 他們就可以調記錄可以看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們是帶過恭喜的 他們是熟悉恭喜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回家第一天 一到家就問他們一個問題 恭喜平常在嬰兒室 冷氣開幾度 一定會有一個標準的回答 回答完之後呢 護理師立馬來重新補充 因為恭喜比較怕熱 依照恭喜怕熱的程度 他建議我們可以開幾度到幾度 就是因為照顧過恭喜 所以他可以幫恭喜 調一個合適的溫度 我就直接開 然後包含便便問題 我就直接穿大便照片 他們也會協助他 如果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而且持續多久 頻率怎麼樣的話 要帶去看醫生 孕穴寧的A加BABY照顧計畫 其實還不錯 他就是會每兩週會出一個 紀錄寶寶的一些報告 恭喜會有一個雙周寶 然後另外就是 聽著床怎麼選 怎麼樣訓練寶寶抬頭 會隨著寶寶長大嘛 每一週或每一個月 他會不同進度的衛教影片 甚至可以預習未來的影片 都可以學習 他還會有 真人一對一的現場諮詢 去了解一下你寶寶的狀況 然後一起做一些衛教 月中這樣說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會蠻安心的 就是你知道說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有誰可以繼續回覆你 有誰可以問 而且又帶過你的寶寶 他也可以調出在月中期間的數據 跟你帶回家自己記錄的數據做比對 對我覺得還蠻好的 新手媽媽也不要緊張 即便你帶小孩的樣子 也讓身邊的人覺得很不放心 我覺得那只是 你還不熟悉而已 身邊的人因為有經驗 也不要覺得 新手媽媽這樣很讓人不省心 他們也只是需要時間跟他們寶寶培養默契而已 雙人生巧啊 因為畢竟在沒當媽媽之前 你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會做 大家都有第一次 然後第一次 本來就不會馬上做得那麼好 就像寶寶開始走路的時候 你不可能期望他馬上會跑嗎 對吧他總是會跌倒一個幾次 但他會越走越好 媽媽其實也是這樣 不要太緊張 我們會做得很好的 遇到像喔這種媽媽 喔 喔喔這種媽媽的喔 遇到像我這種媽媽 大家也不用特別緊張 只要旁邊有一個好隊友 恭喜會很好的 那我有什麼新的分享 我們沒有什麼新的分享 因為 小孩都是 是這個意思嗎 我有泡奶跟胃奶 我還會把尿布拿去丟 我真的尿布卷得很漂亮 所以真的每一顆拿起來看都一模一樣 我好會卷尿布 可以卷的速度好快喔 好了… 那今天我們一個月的影片分享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就按照訂閱 記得分享 想說拜拜 分享 今天的影片 請教我們 期尤其 是 有 寺 走 你是